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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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不知道这块是什么呢 没错了,它是一块牛骨 如果给你一块牛骨 你会怎么用呢 相信有不少朋友都会拿来煲汤 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用途呢 其实牛骨还可以磨粉 用来做肥料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沙头角就有两家牛骨厂生产肥料 不过就不是太受附近的居民欢迎了 公眼闭嘴 那些灭嘴 好像私人的灭嘴 还臭过垃圾 好像吃饭 在旁边放垃圾 臭不臭 还臭过去 村民所说的臭味 是来自附近的牛骨厂 这两家位于沙头角的牛骨厂 已经在到经营了十九年了 是目前全港仅存的两家厂房 牛骨厂主要是收集 港九新界各牛要当的静余物资 好像牛头、牛骨、牛蹄 和不舍得的内藏部分 然后利用货车运到工厂 工人将牛的各部分分开了之后 就会进行加工 牛角就会压碎成为牛角衣 而牛骨经过加热之后 就要入麻包 堆放大约十日左右 等粘在骨上的肉腐烂、剥落 才可以再加工磨成牛骨粉 而内藏炸了油之后 这些渣也可以磨成肉粉 牛角衣、牛骨粉和肉粉 都是用来做肥链料 这些肥链75% 是用在本港的农田 其余的就运到日本 在加工的过程里面 还有一种重要的产品 就是牛油脂 牛油脂是一种工业原料 主要是出口 用来做肥链和蜜烛 本来这一类 这么有经济价值的工业 是不应该有问题的 但是因为在整个作业过程之中 会产生厌护性的气味 同时又引起大量的乌鹰 如果处理不当 又肥又大的嘴虫 就会满地爬 其实这间牛骨厂 如果讲地点 都算颇为偏僻 因为它山面环山 站在当地 根本是见不到民居 但是如果居高临下 就会见到 在工厂的四周都有村落 不时转变的风向 将令人难受的气味 吹到各村 受影响的村民有千多人 以至各村都齐声提出抗议 乡市委员会的要求 是希望将两间牛骨厂关闭 但经过和其他政府有关的部门 详细讨论之后 我们也觉得当地的情况 是不令人满意的 但存在的问题是 两间厂在沙头角 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 而他们对于清理牛骨 有很大的功用 如果我们立即关闭两间厂 对于清除牛骨 便会出现困难 另外我们已经要求厂方 在短期内进行多项的改善工作 来符合环境卫生的要求 例如用封闭的货车 代替目前的开篷货车 来搬载牛骨 不准在室外堆放牛骨 以及加强清理工作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